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及收看這集的極致生活Supreme Live 除了我嘉嘉林佳瑤,也有我的主持拍檔 就是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股聲輝先生Kenny Hello Kenny,今集我們請來的嘉賓出名有一副美麗聲 所以說她有極致美麗聲就絕不為過 是,沒錯 沒錯,就是我們的歌手朋友,榮儀 Hello,大家好,謝謝 我們這一集的聽眾有耳福,可以聽到這麼美麗聲的分享 先問一下榮儀,其實是不是小時候已經有這把美麗聲 是不是小時候已經唱歌是這麼好聽的呢? 我又不可以評價說小時候已經唱歌好聽的 小時候有沒有唱唱歌? 但小時候已經很喜歡唱歌 我會在廁所唱一顆鐘 然後我會在廁所唱,然後我會在廁所拍門 然後我會在廁所拍門 然後我會自動想去參加唱歌 但其實我知道我比較喜歡唱流行曲 所以我把唱唱歌的歌 自己唱得像流行曲一樣 變一變的風格 所以不是唱那些女高音 那些歌是很流行的 對,按照表演就要 但只帶回家後就會轉一轉的風格 對,對 那是不是天生就有一把美麗聲 還是不是 我還是要慢慢學回來 調整那把美麗聲出來 是怎樣的? 我覺得聲音 某程度上是有些 但是後天的技巧可以幫助你 怎樣運用聲帶 令到你聲音樂異的程度再提高 對,因為唱唱歌一定有訓練 但是天生 你家裡有沒有人唱歌有些天分 本來遺傳給你 好像是我爸爸媽媽很喜歡唱歌 是在天台唱的 那一定有些DNA 為什麼你們唱歌的地方這麼特別? 一是天台 一是洗手間 可能空曠一些 有些霉音 對 那你平時有放了多少時間 去練聲才能練到這麼厲害的聲音 其實我每次如果要唱一些Live 或是Plug新歌 都一定要去練歌 當然初初入行的時候 要再勤力一點 因為那時候覺得自己 有很多東西 例如單田 不知道怎樣運用氣 只是懂得 以前小時候只會去構思唱漢 但是不懂得那些氣 所以真的入行就找 我大學的時候又去唱學校到學唱歌 可不可以分享一些秘訣給我們 你覺得哪一種練聲方法 或是開聲方法 是最有用的 等我跟Kenny 好像在開咪前 等我跟加戈前 等我跟加戈前 考慮一下 要不要去好聲音 中年好聲音 參加 哇 你當然知道我還未夠歲數 對 你當然還未夠 我只是玩聲門傳奇 開聲嗎 其實我有一個叫Siren的開聲方法 Siren Siren 即是很像舊雙尺的Siren 嘩 就是這樣嘩 嘩 每天如果沒有時間 通常開聲都會唱那些Sophage 但沒有時間我就會嘩 等到聲音的通道會順一點 嘩 如果聽到那一刻也會有點害怕 對 有時突然間我會發生師 我會說什麼事你不想 對 以為火燭車來了 救火 那能幫到你 對 這是老師教的 對 對 以前在CHOIR老師教的方法 跟你入行之後 我也知道你不斷進修 跟不同的老師上課 其實有沒有分別 還是你要把它融會貫通 當然有分別 CHOIR的唱法都是比較藝術性分高 那你說POP的話 除了技術之外 其實你用什麼聲質 你比較多 Versatile 就是你的選擇多一點 有時可以輕重 鎮響解音 CHOIR大多數我是Soprano Tool 都是這種聲音 但當你去流行曲的時候 你會多一點選擇 對 以我們所思的是你一個實力唱將 那有沒有什麼位置 你覺得我都要再努力一點 我才能做到那個位置 做什麼的極致 追求 對 怎樣強到極致 對 其實你對唱歌的追求極致 就是這個概念 因為其實我覺得 學任何東西都沒有盡頭 因為世界一直在變 我出道前的唱腔 流行怎麼咬字 唱腔後 都已經很大分別了 對 前腔在流行 沒錯 可能十年後 又不流行我們現在的唱腔 所以我覺得 反而是要留意一下 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吸收多一點東西 然後create到自己的風格出來 那你最近追求什麼 我最近追求什麼 極致 這期追求什麼 一個Work-Life-Balance 唱歌方面 唱歌 你在說什麼 那方面一會兒可以說 也有 最近錄音 錄音 錄音 新歌 一個極致 因為它是不能呼吸的 總之一開口 到你停 即是 結束 結束 其實它根本沒有機會給我呼吸 所以這也是我要去學習 怎樣去找到很細微的呼吸位 都是一個 因為 都是我覺得監製對我一個很大的挑戰 現在的歌都是難唱 沒有什麼句尾長音 而且很密 那些自救器 自由很密 一句和一句中間是很短的 所以高難度 除了練唱腔之外 所以說練戲也很重要 一定是 那你平時有什麼練戲的心得 睡多一點 真的嗎 我以為你說跑步 但我真的不是經常跑的 當然再跑一下 再運動會更好 但我覺得當你夠睡 人的狀態好的時候 其實你到戲的支持是會更好 那我請教 我聽聞睡在這裡用丹田一點 是不是 睡在這裡用丹田一點 睡在這裡用丹田一點 應該不是 睡在這裡唱歌是比較難的 所以你練到一套戲 合起來就很容易 就會很好 這樣就極致了 站起來就是 如果你睡在這裡也唱得這麼好 你站起來一定沒有問題 對 對 對 但你剛剛說到夠睡的問題 不要說我們一般人很忙 經常都說不夠睡 你們歌手更加忙 還有有時都日夜顛倒 很多時候休息都不夠 那就會影響到唱歌 對 所以我覺得是盡量保免 學習 譬如我在交通工具上是很能睡的 即乘飛機乘車 那就很幸福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所以那些可以快叉 對 這個是很幸福 要睡的時候立刻睡得著 對 但他走以交通工具是最好 因為他搖搖搖著 都很舒服 當你很緊睡的時候 基本上什麼情況下 都會睡得著 對 還有你剛剛說的康喉 以前和現在很不同 但要你改變 要你適應 要你遷回現在的新世代 聽眾觀眾 會不會是很難的 有時候我們習慣這樣說話 這樣唱歌 突然間要變 你又要學一種新的東西 你怎樣掌握那個潮流 又適合你個人風格 又結合到又怎樣 我想最主要你要多聽一點 當你不要聽其他東西的時候 你突然間想轉一個很時尚的唱歌 你會覺得很辛苦 但如果你保持沉浸式 即是在做事情播放歌 其實你潛延密化 你會吸收了別人唱歌的風格 那你就不會覺得那麼辛苦 但你又不知道別人喜歡不喜歡 即是你開始試一種新的東西的時候 你是不是都要試很多次 然後再給別人聽 拿意見 再調整一下 是否有什麼過程 當然去到旅餐室的時候 都要跟監獄有個共識 但我覺得 反而我不是想觀眾喜歡不喜歡 因為你其實自己都要有自己的評論 你覺得這個是我想要的東西 反而你創造了之後 你介紹給觀眾聽 就是讓他們去接受 如果你長期都去想 觀眾喜不喜歡 其實是一個無止境 當然有很多種觀眾 對 不知道應該是哪種觀眾 對 所以最終你自己知道自己想怎樣 是更重要的 對 除了自己去練聲之外 我相信科技都幫到很多手 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去先說 我知道你就在2006年出道 對 當年的音樂製作和現在的音樂製作 隨著科技不斷進步 其實有沒有什麼很大的分別 突然想到有人做了很大的分別 等一下再說 不過我覺得 講講我現在這個年代 對比是再做一些前輩 他們是真的要一氣呵成 不能補錄 所以我覺得科技現在的錄音 是可以歌手 真的可以 你不喜歡那個字 或者那句可以這樣換 其實真的是 省了很多我們的聲音 有一個大的勞損 或者什麼方便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 OVERSEAS錄音 我覺得都是這幾年COVID 以前真的要飛過監製 但是現在是可以 他可能在加拿大 開Zoom 然後就可以這樣聽 都可以很清晰 我覺得這個東西 都是幾方便的 對 因為有快的網 有一個好的Network 沒錯 對 一定不可以疾 對 你又要看到他的樣子 對 有一個聲音 對 除了這樣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 關於製作音樂 還有很不同的地方 是關乎用到科技的元素 我有聽聞過 但在我的音樂製作則 還沒試過 就是現在可以用AI去幫你製作 即他拿了一些數據 可能這幾年Hit的歌 這幾個 melody的走勢 他就可以自動幫你製作 對 生成一首歌 對 聽聞是可以 但我沒有試過 也很期待試一下 對 對 這個可以讓Candy說多一點 還有我聽聞都是 試的DEMO 都容易了很多 因為你現在 譬如作曲 或編曲 以前都要 改來改去的時間 現在那些AI生成 還有一些可以 可以 DEMO 可以 它可以組很多 編曲 等於你選擇 聽完之後 這個Mood 對 這個Mood 可能性就多了 以前錄了兩晚通宵 不試了 是不是這樣 對 真的 不用再把狀態都影響了 剛才說的聲帶 現在可能科技就幫到這件事 或者不是狀態 或者不想再試 而是成本的問題 你訂了一間錄音 可能只是兩天 兩天無論如何 你選一個最好的版本就可以了 但是現在 我真的可以逐個字去編曲 之後慢慢編曲都還可以 你別說唱歌 我們平時錄很多片段的龐白 都一樣 可能以前的前輩 真的要一次過 不能停 NG再來過 要重新來過 但我們真的可以逐句 這句補回 或者休息的位置改到哪裏 跟唱歌都一樣 還有現在的大數據 剛才Vinci說得很對 你那些喜好 以前我買了一隻碟 或者買了CD回去聽 你不知道我聽了幾次 同一隻歌 但現在你全部串流聽 全部有數據 你知道它串流了下載最多的 一定是多人重複聽的 我買了這隻碟 你真的不知道我聽了幾次 這些數據就準很多 變成它選擇歌的時候 或者知道風格 那些風格 哪些容易跳舞 那些比較容易 現在你們製作歌曲 選擇歌的時候 會不會都拿多些這些數據 作為參考 知道現在是流行這個類型 或者人們喜歡這樣唱 唱腔的 有沒有這些數據 可以有些例子 可以說一下 多一點 因為我每一首歌 其實都是這幾年 我們就偏向電子音樂多一點 就是那個電的東西 這個也是現在的趨勢 可能有一期比較流行 orchestra instrumental 或者unplug的 是的 那一期大家都喜歡一些 可能電子音樂的重感 或者beat比較重一點 可能大家都想輕鬆一點 還有現在我發現人的聖子比較急 是 太慢的歌 要upbeat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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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關不關大家 現在喜歡做運動的關係 就是你做著運動 你當然要聽一些快一點的歌 重beat一點的歌 你不會在聽慢歌 跑步吧 不知道 可能尤其是現在會說 譬如音樂的intro 以前是很喜歡長一點 可能入個mood 但是現在可能有這個考量 就是intro不可以太長 因為太長就會飛走 數據就是這樣 因為太容易選擇別的歌 對 對 還未聽到誰唱 還未入 除了製作音樂之外 對於我們聽音樂的模式 其實AI都影響著我們 講一個例子 例如我們現在用一些音樂平台 我們很流行會選擇一個模式 就是由一個平台去建議我 推個單給你 我應該會喜歡聽什麼歌 由他隨便選擇 大部份時間我發覺我都中 因為他知道我平時把哪些歌 可能給了一個心心 列為了我的喜愛 然後他就給我雙類型 所以他不是隨便的 即是他真的分析了 你聽某一類歌 可能是長了時間一點的 他便鼓勵你應該喜歡聽那類歌 他便選擇一些類似的歌 這個也是聰明的 是 這是度新訂製一個個性化的歌單 沒錯 現在都很流行這個個性化 無論是服務、產品 都是 現在很多平台都是用大數據個人化 因為現在的聽眾或年輕人 尤其是很要自主 是 很有自己的個性 是 這件事便可以符合 是 你又喜歡不喜歡呢 例如AI推薦的歌給你聽 你覺得是否喜歡 對 你的歌單通常都會喜歡 也有喜歡的 但我覺得我好又不好 好就是你很忙的時候 你這樣打開 它就會給你 但是它都會令到你只聽同一款的歌 所以可能有時候又要再自己選一下 讓它可以多些了解 對 AI都可以了解你 其實AI要學習的 對 要學你們想要的東西 那你就要告訴它 這個對 這個不對 這個對聽 這個不對 所以都要花點時間和AI上書 對 還有這個歌單其實我覺得都很重要 因為尤其是早幾年疫情期間 經常有很多朋友去我家玩 或是我去其他朋友家玩 我會很留意一下 他在播什麼歌 他喜歡什麼 我覺得從他喜歡聽什麼歌 大約了解到他是什麼人 性格 對 又或者有另一面 原來我是忽略了 沒有看到朋友這一面 你覺得一個人喜歡聽什麼歌 如何反映到他的性格 有沒有什麼心得 觀察到 我想也有一點 有些人很文靜 可能都是喜歡聽一些比較 比較平衡的音樂 一些好動一點的朋友 他真的喜歡聽K-pop 但跟他們一起是挺開心的 你可以感染到他們的那種 另外一種感情 你希望聽 喜歡聽溫兒的歌 朋友 其實他們的性格是怎樣 你認為 我覺得隨著這幾年 我自己的音樂風格變了 我的粉絲 都變了 以前因為是多一些歌曲 那些粉絲 是比較慢熱一點 就是很修煉 可能真的坐在那裡欣賞 但是近幾年多了一些 真的比較爬不爬 即是更加別的歌 那些粉絲都熱情了很多 是啊 所以我是 其實我喜歡熱情多一點 其實 因為你以前的歌路 可能被人覺得是 漂亮聲天后 發燒蝶聲 是 一定有溫柔 然後就要很斯文地坐在那裡 很欣賞 哈哈 哈哈 現在慢慢的歌路 又再多元化一點 可能又引到一些 其他活潑的聽眾分別 是啊 但是你這麼漂亮聲 有沒有想過 現在也有些歌手 很流行給別人 用一些AI 生成他的歌 是 即是耳架亂真 我也想聽一下 你這麼漂亮聲 應該是最佳首選的sampling 是不是 希望這個節目出街之後 我拿我的手機來做AI 你給我們一些提示 你想用詠儀的聲音 唱哪個歌手的歌 那些 詠儀的聲音 唱一下Blackpink的歌 哈哈 可以試一下 或者雲光的歌 對 給大家提示 有心的朋友 懂得用這些方法 去拿詠儀的聲音 其他網民的作品 科技帶來很多 我們聽音樂 和製作音樂 很多不同的變化 而說到詠儀自己本身的變化 嘩厲害了 近幾年 可以說是180度的路線轉變 因為初初認識詠儀 大家都會覺得她很乖乖女 很斯文的路線 唱一些慘情情歌 白聲很漂亮 但近幾年 她就變成了暗黑歌機 暗黑歌機 你都很喜歡我的名字 暗黑歌機 為什麼演藝這個暗黑歌機 我家裡有一隻歌機 我是這樣 我是那隻歌機 狗狗 狗狗名 狗狗這個名字 是一個很大的讚賞 對 要唱得很好 天后靠它才能做到歌機 多謝 多謝 我看回你的訪問 你是經歷一些低潮之後 才有這個蛻變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令到你會有這個轉型出現 我想都是剛剛所說的 就是到了一個人生迷惘的階段 就是要真的很認真去思考前面的路 要怎麼走 我覺得我以前剛剛出道的時候 都是一個比較依賴多少少的一個過手 就是依賴公司同時幫我想起 然後我就做好眼前的工作 都不是一個很想很長遠的 到當我發現我自己在音樂裡的道路上 我覺得真的好像試了很多東西 但是有一種四不像的感覺 就是什麼都試 當然一出道的時候 很開心是奠定了一個 好像慘情的歌曲 一個歌機 一個歌機的形象 但是好像就停留在那裡 沒什麼突破 就真的問自己到底 我除了喜歡唱慢歌 我還有什麼要喜歡 其實一直以來我都喜歡現在這種曲風 是呀 又出道那時候都做 但是那時候的年代 我想 不是很流行做這些歌 通常都變成我碟的side track 是 所以 這個我又有印象 因為榮兒的歌 很早在我們的音樂平台上 給我們三支四支 一直都有她的歌 所以我們都很清楚 這個改變的過程 有數據 以前是有ringtone 那時候 現在就有寸流平台的數據 這個也是的 但是你那個 怎麼跳出來 所謂舒適圈 comfort zone 怎麼從那裡試來試去 應該你試勻都嫁輕就熟 那你要再跳出來做一些 未做過的東西 或者有些挑戰性的東西 怎麼克服過來呢 我想首先要找適合團隊去做 對 因為之前一直都沒有什麼團隊 是做我這種風格的 當時可能公司或者我自己都沒有這個膽量去專門做這件事 有時候你就是要很專注去 雖然那個market可能是比較nish 但是你要做到極致 就是我決定了要做暗黑的話 我就三年都是這樣去做 才可以做這個branding 所以不是一招一招 我一轉就立即去成功 當然 但是那個開竅位在哪裡 開竅位嗎 就是突然間叮咚 我想就是剛才說 是一個低谷時期 我覺得低谷時期 有危就有機 偉大的藝術家通常都是最老倒的時候 最辛苦的時候 突然之間 是啊 通常都是一些瘋癲的狀態 不是太平穩的狀態 才能想到一些 那整件事是你主動跟公司說 我想試一下這條路線 我自己主動找團隊去做 我就跟公司說了 我想去這個方格 然後公司 公司有什麼反應 知不支持 支持 有沒有令到你覺得 這麼意外 竟然你一來就說yes 我想去到那個期間 他們都會覺得 他們都想不到有些什麼 就是其他更好的方案 這個都是我跟公司一起成長的 一個很好的合作 是啊 所以團隊就是 反而是公司提供給我 因為當時我也不知道 香港是真的有些什麼 真的 團隊是專門做這些 那我自己就不停找提供 我想要什麼音樂風格 過程有多艱辛 可不可以跟大家說 艱辛就在 其實也有不同的feedback 有些人就覺得 我永遠都無法持續 因為見到我平時的形象 或者怎樣 聯繫不到和音樂風格的關係 也會有些灰心 就好像覺得我行錯 因為不是第一首歌一出來 就說很成功 立刻肯定 所以我覺得 心要頂住自己 還有有耐性 去build up 要堅持著 直到有人 咦 看到了 真的知道 除了歌曲之外 你要告訴大家 我永遠是能夠持續 其實造型也很重要 我知道你在造型上 花了很多心思 配合這個暗黑歌機 這個形象 又可以說一下 和你平時的打扮 應該不是很像 還是你暗底最喜歡 就是這個類型的打扮 我想我還是慢慢發掘 因為當時轉型的時候 我記得我是自己做PowerPoint 給公司 要你自己做 不是吧 對 因為我自己才知道 有時你跟別人說完之後 可能他未必能得到 那我就自己玩圖 砌一個PowerPoint 我才知道衣服想怎樣 髮型想怎樣 自己做Stylist 對 給個方向 大家都一致OK 就潛著這個方向 走 因為很多時候你會亂了 你說你想做暗黑 但是你的衣服 所以配合不到的話 也夾不到那個 是 所以成功是一定有原因的 是 因為自己很主動 自己放很多東西下去 才成功可以轉型 然後又大受好評 開心的 可以分享一下觀眾 聽眾 其實他們的評論是怎樣的 我最開心的是 因為我的歌曲 都是把一些表面上的負面的東西 帶出來的 很開心見到很多粉絲 inbox 是你陪這些歌陪著我 對過了一些很暗黑的時期 或者是益魂 即是共鳴 是的 我覺得我是那種 不是太喜歡 只是喊口號 你要精能量一點 當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還要我精能量一點 其實我也不明白 那我就想是那種 和大家同行的感覺 是 是 好 很好 還有要看時間 因為我也知道你說過 現在來到一個 時代的轉變 是一個很好的時間 令到你去轉型 這個暗黑的路線 你可否多形容 你覺得現在是 為何有這麼好的時間 為何會令觀眾 這麼有共鳴 我想 尤其是我的歌 剛剛吃 可能前幾年 大家都在經歷一些 比較難捱的時期 嗯 那 你再去寫很多情歌 可能 不是真的 那麼多人 可以 可能前幾年感受到 可能這個就是一個timing 是 第二 就是大家的品味 開始 擴闊 因為我們網上 還有東西都 很順暢 可以看到很多 不同的音樂 的類型 所以大家的接受能力 是高了 不是只聽 所謂的 以前的YK歌 是 即是無時無地 都可以找到 嘗試去聽 是 即是世界各地 不同地方的音樂 其實我們都可以 欣賞得到 因為是音樂 對 那接下來 又有沒有說 在路線上 會繼續 暗黑 還是會有 調整一下 或者你又有第三年 的詠儀拿出來 給大家看到 我想已經 我不是想斷 只是 因為暗黑了三年 那我就不會拆爛 因為那是 我自己喜歡做的 但是我會覺得 我會繼續瘋狂去做 自己想做的 就是 拿走這些恐慌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不夠膽 去走出那一步 是因為你有些恐懼 怕你 建立的東西 會沒有了 拿走這些恐懼 可以很瘋狂地 去做音樂 做什麼都好 我覺得這個心態是最重要的 我們現在聽歌的品味 確闊了很多 因為全球有網絡 我們聽到世界各地的音樂 看到不同的演出者的表演 永如你自己本身 你又喜歡看哪些類型的表演 喜歡聽什麼類型的音樂 其實我都挺濫的 真的嗎 因為我覺得不同類型的音樂 都可以讓我吸收到不同的音樂 當然你說藝術成分高一點 那些是比較近我現在 做的音樂風格 但是你說 我都很喜歡看一些 跳舞 跳唱 這些我都覺得 有些inspiration可以收到 所以我很喜歡跟朋友一起去看表演 即是廣字怎樣呢 譬如中樂團 管弦樂團 管弦樂團 巴雷舞 巴雷舞 真的少一些 可能一些團體 都會去看 現代舞蹈 其實我都挺喜歡看 content 跳舞 舞台劇我也會看 是 因為我覺得舞台劇裡面 有一些 劇情的元素 其實是挺inspiring的 可以放在自己的歌曲的題材 是 你喜歡這麼多東西就適合了 因為Kenny一定有很多不同類型的表演 可以推介給你去看 是 是 因為我們都想 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們有時候 我想欣賞除了單向的 就是很個人的之外 就要分享 所以我們都希望 有些志同道合的平台 可以等一些 喜歡聽歌的 可以一起聽一下之餘 可以一起聊一下 分享一下 看到好的表演 可以大家一起去 像你剛才說的 你一定不會一個人去聽 一定要聯憑一起去聽 所以大家可以有些互動 我們希望接下來 泳兒如果有一些好的節目 好的表演 我們可以帶我們的朋友 一起去欣賞玩一下 好啊 記得帶我 一定 最重要泳兒有多些演出 就是看我的演出 已經夠了 好享受 好多朋友 雖然說泳兒是歌手的身份 你要多看不同的表演 可能有靈感 但基本上你平時 可能你跟朋友去看表演 對於你來說 會不會都是放鬆自己一個方法 一個輸壓的方法 可以多說一些 比如欣賞多些 例如文化表演 究竟可以帶來什麼呢 跟朋友當然是 都有一個藉口怎樣去約朋友 因為有時候歌手都很忙 然後你又會有些情況 下次再這樣 但當你有表演 不如一起去看 跟一些自同道學的朋友一起去 這樣就有好好的時間 剛才你說 怎樣可以放鬆自己 放鬆自己 當是減壓 最好放鬆自己 就是專注去看那個表演 有時候我們有很多的 其他可能 看看阿蘇要玩電話 那個時刻 就是真的去專注去看 我經常都有一個迷思 我經常想訪問一些唱歌 就像你們做歌星的朋友 其實唱K你們是當放鬆還是不放鬆 還是練歌 如果是朋友要點我唱我自己的歌 就很不放鬆 會不會選擇唱K這種活動去放鬆 其實我也很可能會唱K 以前讀書的時候 是朋友很害羞 只有我那個人唱 但當你做了歌手之後 你就不想唱 可能會是因為你唱得太好 我不敢唱 怕比下去了 這樣也不是的 那就靜聽你唱 但當你做了歌手之後 反而我是喜歡上台表演多於唱K 一唱K有一種朋友一定會說 你可不可以唱這首 你可不可以唱這首 有些職業厭惡 譬如我回家 我經常對著電腦公司或機器 回家我沒有電腦 我不想再打開電腦 有些人回家唱東西唱 我回家還唱 有些人我不知道 所以我經常都想訪問 喜歡唱歌 我都會有這種 最後也想問你接下來有什麼計劃 會不會也有開演唱會 會不會也有開演唱會 會不會也有找Kendy 我也希望 因為去年做了一個自己很喜歡的演唱會 也很希望 希望明年 或者可以有一個再大型一點 也有主題的演唱會 首先要儲一下功能 很期待 歌曲方面 我知道你今年主題是用祝福為全面歌曲的另題 接下來有第二部曲 可不可以多多啟 好 今年全部的歌都是表面上很負面的 但裡面的訊息就是想用另一個角度去看一些負面的東西 第二部曲就叫做一了八了 大家一聽到這個字就會覺得有點晦氣 但我們這首歌裡面是想一了 即是你了結了一件事 當你放下了一件事 其實你可能換來的 是有100個更好的了結 每件事都了結 所以你要學習方式 沒錯 我又記得你第一部曲就是同歸於準 很準的 一聽到名字就是很負面 但其實你又不是說負面的東西 不是的 同歸於天不盡 這個是你自己的想法 又想用負面的字 但帶出正面的訊息在裡面 我和我的團隊一起去想 《一了百了》是我看了一個報道 即是一個編輯 是關於中島美加的 他有一首歌叫《曾經我也想過一了百了》 我看完關於他的耳朵也不舒服 我覺得很觸碰到我 好像覺得自己也有生同感受 所以就用了這個歌名 來做第二部曲 祝福第二部曲 非常有意思 多謝泳兒的分享 期待你今年的第三個歌 又很快和我們見面 多謝大家收看我們的 Supreme Life極致生活 謝謝Kenny 謝謝 拜拜